大家好,我是九条,欢迎收看香格里拉边境漫画解说 上回说到,众人依靠罚针的空隙躲过库塔尼德的架杂 三勒想要独自在罚针内部支取最后一个圣杯 但仍然差一些伤害 而圣杯即将再次发动,第二次的性别反转即将来临 关键时刻,翟赫林完成三勒的托付 终结了最后一个圣杯 就在此时,库塔尼德又说出了莫名其妙的话语 似乎在进一步变换形态 众人完全听不懂库塔尼德的谜语 也无法理解这个漆黑剧动的作用 埃莫尔蒙拍鸟头让三勒不要太靠近以免掉下去 三勒却被对方吓了一下 他让对方不要毫无征兆地拍人 转眼间,地面出现了一些由黑线组成的法阵 放眼一望,仿佛大树的枝叶 法阵遍布整个场地 然后,库塔尼德又开始用很有档子的黑色对话框说 因此,无将妄想化为事实 作为幻想诞生,经历空想过后 尚未达到想象 三勒让大家全身贯注防备各个方向的威胁 聚在一起方便互相支援 因此,化为假想,无寻求血肉 像命脉的波涛抗争吧 生命的本质在于斗争 顿时,众人的周围惊现愚人大军 360度无死角的包围 没有给众人商量的时间,大军一拥而上 摩尔都惊呼不仅有普通的愚人僵尸还有大甲伙 阿拉巴让石秋德躲到身后 但对方慌乱地表示他根本没有躲避的地方 邱金谦觉得,如果说之前的三个形态还考验治理 那么这个形态恐怕只有人排战术了 森勒却觉得,库塔尼的派出大军自己却在洞里 很难不让人怀疑有阴谋 比如拖延时间之类的 那么是否应该先去调查那个剧动 这时,东口冒出一条黑线 那黑线绑上了一只羽人僵尸 只一瞬间,羽人僵尸化作黑色液体 接着,黑线带着液体回到洞里 这是什么操作? 库塔尼的击杀了自己的召唤物 拥有丰富的玩游戏经验的森勒认为 优秀的游戏不会存在明显且不合理的设计 这不会是单纯的人海战 黑线吸收怪物,必定有合理的理由 至于理由是什么 这个形态的秘密是什么 也许可以从库塔尼的说过的那些谜语中找到提示 用坚定的意志前进 不存在无法抵达的高度 面对空中的库塔尼德 众人没有放弃 而是击推触手让对方降低高度 无论世界如何改变 本质不会动摇 无论圣杯反转了什么 众人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变 战斗击破所有圣杯 三勒大概明白了 一脚踢开一只鱼人僵尸 他呼叫其他人 全力阻止黑线对怪物的液体化 因为他猜测在这个形态下 库塔尼德会躲在洞里 通过吞噬液体化的怪物 来强化自身接下来的最终形态 其他人回想起 刚才库塔尼德确实提到过寻求血肉 翟和林同学提问 为何三勒猜到下一个形态就是最终形态 三勒老师回答 在库塔尼德说过的话语里 出现了妄想幻想空想想象 以及假想这五个词 他大胆猜测这对应了五个形态 不将妄想化为事实 作为幻想诞生 经历空想过后 尚未达到想象 因此化为假想 无寻求血肉 虽然库塔尼德先提到想象 再提到假象 但是根据字面一丝 三勒认为 倒数第二个被提到的想象 才是最终形态 而现在这个寻求血肉的形态 正是假想 另外 像命脉的波涛抗争 也许命脉代表这些怪物 而波涛则对应液体化的怪物 懂了 坚持长老 综上所述 众人要尽量多地击杀怪物 防止怪物的液体化 从而削弱 库塔尼德的最终形态 话虽如此 摩尔多却有种极度不详的预感 那个究极大的法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